这个男人本是这个宇宙最强的神帝 就在他准备破除这个宇宙冲破神帝禁时 却在最关键的时刻 眼前出现了那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正是当初年轻时娶下的妻子 原本她是郡城第一大家族的大公子江灵 本来迎娶玉家的玉清禾 是一个完美的家族联姻 谁知道半年后江灵竟然被江家赶出了苍元郡 从此江灵一蹶不振 每天酗酒赌博 导致玉清禾被逼得倾家荡产 尸骨无存江灵对此十分懊悔 虽然之后得到奇缘让自身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是心中的这个劫却始终无法跨过 也正是因为这个劫导致在冲破神帝禁时 出现了失误 直接被反噬攻击 江灵虽然知道自己即将破碎 但是这次见到了清禾的虚影 她觉得一切都值得 如果可以选 我愿意用这部死之声换取你名谋一顺 而上天仿佛听到了江灵的诉求 就在身体破碎的那一刻 她重生回到了三万年前 江灵看了看守中的兵士神剑的碎片 看来这一切都不是幻觉 不过此时此刻清禾正被也火拥兵团逼迫着卖掉药元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江灵自己 是自己赌博将药元赌输了 而这药元也正是清禾最后的嫁妆 不过这一次江灵不会再重蹈覆辙 就在清禾马上要妥协之时 江灵站了出来拦在了清禾面前 不过在清禾的心中 自己还是那个一无是处的窝囊犯 看来需要尽快地挽回自己的形象 随之江灵再次站了出来 一口咬定绝不卖药元 不过这也正把野火拥兵团给惹恼了 不过重生后的江灵绝对不会再惯着他们 而是一把抢过戒举 再一脚踢向对方 突然无比刚硬的江灵让他们心中一惊 这还是那个窝囊犯江灵吗 随着江灵一把火直接将戒举烧掉 野火拥兵团也暂时被这气势给吓退 接下来做看江灵如何开启一天之路 宇宙神帝重回三万年前只为那念念不忘的妻子 而重生归来的神帝江灵的第一件事 就是挽回自己在清禾心中窝囊的形象 此时的野火拥兵团被江灵突然强势的气势给吓跑 不过这总总不是长久之计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修炼 待江灵赶走野火拥兵团的几人后 巨大的反差让清禾也是为之震惊 江灵立马上前表示 是我以前太混账了今天我一定好好修炼保护你 清禾听着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心想江灵是受了什么刺激突然转性了 不过经过江灵的一顿劝说 清禾的心情也倍感欣慰 不过就在江灵提出需要药园里的药材进行修炼时 清禾的脸马上缠了下来 没想到绕了这么大一圈 你还是惦记着药园里的药材 上周你才偷了两颗药园里的药材拿去赌博 现在看来你还是死心不改 但是就算是江灵真的想拿药材修炼 这心中的形象还是太差了 随之清禾就一拳打在江灵脸上 清禾失望地离去 我就不该对你有所幻想 这次也火用兵团的事情他们肯定不会罢休 看来只能找父亲试试看能不能帮忙 而江灵也知道短时间内要挽回自己的形象肯定是行不通了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拿到药材赶紧修炼 只能再去偷一次度过眼前危机再说吧 宇宙神帝重回三万年前只为在于心中的那个他再续前缘 不再受当年被我害惨的人生 但是当务之急是借用老婆的药源修炼自身的修为 由于之前我以修炼为由盗取过多次药源的药材已经毫无信誉可言 此刻我只能再次潜入药源盗取药材 经过一阵的采购 所需的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随手就以天地为炉 所有药材汇聚成球 凭借万年的修炼经验 一颗丹药轻松徒手制成 随即就准备施施丹药的效果 随着丹药的能量注入 江陵的境界立马提升至先天境界 看样子也火拥兵团已经够不成威胁了 但是境界提升的轰动引起了守原人的注意 守原人二话不说直接一刀斩来 江陵敏捷的伸手瞬间躲过对方的攻击 攻击过后守原人的牧尘终于看清对方的脸 原来是孤眼 众人也瞬间放松了警惕 不过听手下说药园很多药材都被偷走了 心想估计又是江陵偷拿了药园的药材去换钱了 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江陵摆口摸变时 突然一道攻击打入了药园 手下负伤跑了过来 说是也火拥兵团攻打了过来 听完此话的牧尘立马邀和众人准备反攻 当然这一次江陵也不会再坐以待避 而是以雷霆之机打痛这些人 谁能想到堂堂未来神帝 现在却要偷自己老婆的嫁妆才能进行修炼 而此刻因为自己前世是个赌徒将自家老婆最后的嫁妆 也就是林耀元 给输没了 虽然之前讨债之时被我强势回击 但是他们好像并不打算放弃 而是直接带人强攻林耀元 还好林耀元有着一群忠诚的手下 野火拥兵团面对着守员人不断嘲讽 但是守员人却都坚守阵地 也火拥兵团见对方冥顽不灵直接上来就是一棍 而对方一上场就是最强战力先天境界 牧尘见此也是心中一惊 自身只有后天巅峰的实力 完全不能与其抗后 但是就算是死路一条 守员人也并没打算后退 牧尘随即带领着众兄弟再次冲了上去 对方一个扫棍 瞬间将其全部打飞 实力之悬殊让对方嚣张不已 但是牧尘却凭借强大的意志颤抖地站了起来 林耀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家 当初如果不是小姐收留我们 我们的命早就没了 所以你想要进入林耀元 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 见此对方也是毫不客气 举起长棍直接施展百杀棍 袭来之棍仿佛变成了无数棍棒 牧尘绝望地等着命运的将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黑影从空中飞出 一万道神剑为牧尘等人抵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两者的碰撞让牧尘大吃一惊 众人仔细一看 来人竟然是我们的孤艳 江灵逆天之路就此拉开序幕 此人本是是赌诚信的赌鬼 此时却为了保护林耀元的守卫人而出手 众人见此出手之人竟然是江灵 不仅对方感到惊讶连守猿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 难道他刚才真的是在这修炼 江灵大手一挥让守猿人退下 自己独自走上前去面对 怎奈三统领看到江灵的实力却丝毫不拒 虽然同为先天境界 但是这灵耀元今天我是收定了 随着他缓缓拔出手中刀 众小弟一看三统领拿出灵气出来对战 心中有了极大的信心 而守猿人的牧尘看到这一幕直接拦在了江灵的面前 孤夜你快跑 我来断后 而作为上一世的万年神帝怎会在此刻临阵脱逃 牧尘还以为是江灵不懂灵气的威力 连忙表示寻常修饰是无法用肉体硬抗灵气的 要江灵赶紧逃跑 怎能说话知己 三统领直接手握火焰刀一刀向江灵踢了过来 而江灵立马手具灵气 这个破玩意也叫灵气 随着火焰刀与手掌相碰撞 两股能量直接产生巨大的爆炸 小弟们看到此等威力相信这江灵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 而牧尘更是绝望的跪倒在地 怎奈烟雾慢慢散去 两个人身影却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仔细看去 江灵的手正牢牢地抓住了三统领的刀刃 三统领心中钝为震惊 随着江灵手中力气越来越大 三统领的刀刃慢慢碎裂开来 随着灵气的碎裂一股爆炸性的光芒直接将三统领烧成焦炭 小弟们见此不敢置信地看着 江灵见此再次释放能量光芒威慑对方 小弟们仓皇地背着三统领飞快离去 江灵笑道 真是一群垃圾 是什么让清和卑微地跑到父亲面前伸手要钱 此刻江灵以强大的实力直接将其也火拥兵团赶走 守员人一众欢呼 为首的牧尘更是单膝下跪 向之前的行为表示抱歉 江灵自然很清楚 如果不是穿越归来 自己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但是面对这群忠心耿耿的守员人们 江灵打算送点福利 随手就照出五种药材 再次以天地为炉 徒手炼制了十几颗宝贵的疗伤丹药 这一幕着实让众人看待了 江灵大方地将其送给众人 牧尘顿时成皇成恐 这种小伤几天就好了 连忙摆手拒绝 怎奈江灵却表示 你们守护药员本来就有功 何况如果也火拥兵团又来了 你们怎么办 牧尘听完此话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是接过药丸的牧尘却心中惭愧不已 毕竟以前他们对待孤业的态度很不好 现在却能如此对待我们 守员人一众手下都开始向江灵表忠心 就在此时牧尘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由于之前债务的问题 清禾不得已前往了御家借钱 江灵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 因为清禾与御家的关系并不好 而御家这 清禾已经早早来到了大唐 御家的所有人也都到场了 但是一听到清禾竟然是来借钱 几人顿时一论 不过作为清禾的父亲还是站了起来 面露慈祥地表示 看来都是江灵那臭小子惹的货 不过你放心 这十万两 为父肯定给你 没想到亲生女儿向父亲借钱 还得用自己的嫁妆抵押才能借到 这是何等的悲哀 本以为父亲如此大方地将钱借出来 没想到自己的继母和父亲一唱一和 竟然想夺走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义务 撕破脸皮的对方口口声声说着为我好 却总是逼迫我做着我不愿意的事情 曾经逼我嫁入江家说是为了家族 现在江家落寞 你又要拿走我母亲最后留给我的嫁妆 还说是为了我 清禾望着冷血的父亲失望至极 自己的哥哥更是举起拳头要教训清禾 好在江灵及时赶到 一脚直接踹开了大门 众人看去 来人竟然是江灵 清禾虽然很是开心 但是清禾的哥哥面对这个曾经的废物更是嚣张跋扈 但是江灵也不是吃俗的 面对清禾的哥哥的态度强硬的对了回去 对方也没想到 这个曾经的软骨头现在却变得如此硬气 说着就准备一拳打过来 江灵毫不示弱同样挥起自己的拳头 但是这一幕在清禾的父亲看来 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这一拳下去可能挥要了江灵的半条命 怎麦两拳相撞 一股清脆的骨头碎裂声音传出 竟然是清禾的哥哥整个手臂的骨头都被江灵打碎 这可把父亲和继母看得一脸震惊 连清禾也万般惊讶 自己的老公江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一个众人公认的江家废人 却在这一刻用拳头打飞了清禾的哥哥玉清风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曾经废物一般的人 现在竟然把玉清宗的手直接打飞了 作为玉家的老爷子见此暴怒不已 但是江灵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丝毫不慌 连自己的老婆清禾都震惊不已 这还是我那个懦弱的老公吗 玉家老爷子见江灵如此嚣张 随即爆发强大能量 强势地表示不仅要收回灵药员 还要好好地教训下江灵 怎奈现在的江灵并不会任人宰割 随即也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清禾不知江灵如今已经今非昔比 心中不由地担心起来 但是玉家老爷子此时已经冲上前去 就在此时 也火用兵团的三统领直接踹开了玉家的大门 没想到在江灵那里吃了亏 只能来玉家要钱泄粉 玉家老爷子一见 竟然是也火用兵团的三统领 态度立马发生转变 并表示待会再来处理你 三统领一进门就开始呵斥老爷子 说是那个灵药员门槛太高 不小心把我搞伤了 索要医疗费 老爷子明知道对方是先天井 根本不可能因为这点是摔伤 但是面对三统领的威慑 老爷子还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乖乖地拿出一万两银子打算花钱消灾 就在三统领准备拿钱之际 江灵突然大声地呵斥三统领 这钱你也敢拿 三统领见到江灵宛如惊弓之鸟一般 而不明所以的老爷子还在大声呵斥江灵不懂规矩 怎奈下一秒 三统领却贴着笑脸乖乖地把钱还回去 江灵却再次呵斥 这钱你也敢还 这下倒是把三统领整猛逼了 拿也不对 还也不对 这该怎么搞 江灵见对方不懂 只能再次呵斥到 看来你不太会做人了 反应十顿的三统领终于想通了江灵的意思 立马把手中的银子公顺地送到了江灵的手上 而这一幕却让围观的人看得一脸震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老爷子更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是现实还是幻解 自从江灵恢复实力将也火用兵团的三统领 暴打一顿后 三统领见到江灵就宛如老鼠见到猫一般 就在刚才 三统领乖乖地将从郁家主要来的前 送到了江灵的手里 这一举动不禁让郁家主怀疑 这三统领为何见到江灵如此的惧疼 唯一的可能那就是江灵恢复了江家少主的身份 想到这不由地想起之前 众人对江灵的态 担心会不会遭到暴斗 只有郁家主还信誓旦旦地觉得江灵 为他在自己的亲和的盼生里面 等待于家主刚想跟江灵大话 又被江灵反手一个大逼都打在郁家主的脸上 郁家主在门中选择了一千八百年才 这可我加其他人给你打了 这江灵完全不给别人 江灵气愤的不老实 你害死我越来越多 还想夺取清和最后的家 你根本不配合 随即就准备拉着清和主体里去 路上清和也搞不懂三统领为何如此举打江灵 而江灵只能扯的谎说是自己的 三统领自己一定能够合江家少主的身份 待二人走后 郁家主还在对江灵不断的面对分 怎奈同样是乐规的三统领 在此叮上了郁家主 郁家主还想搬出江灵下午三统 怎知刚才的态度三统领看得一清二统 江灵明显跟着过 还想问人 无力反驳的郁家主还想在程序下 怎奈面对三统领的威胁 只能在此拿出意外 夜晚 也火拥 平坑的二统领和三统领的席剧一条 讨论着如果再交不出荣耀 城主府不打减 大哥的毒就会越来越严重 这件事必须紧快解决 怎奈现在江灵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就在三统领一筹莫有自己 二统领拿出一个神秘的神套 二统领信誓旦旦的游识 有了这个黄金版别把手 就算江灵在牛逼 也会对我们的连扎动于手 谁能想到昨天还恶语相向的岳父一家人 今天却贴着笑脸带着千年灵芝来赔罪 就在昨天岳父等人还在言语相加的嘲讽着江灵 怎奈也火用兵团三统领鳄鱼奉承的样子 让岳父等人不由怀疑 江灵是不是被江家恢复身份了 由此态度发生180度变化 回到家中清禾和江灵安稳地度过了一晚后 第二天一大早清禾就准备出门谈一笔零药收购的事项 而江灵也成绩拿出一颗自己炼制的疗伤丹送给老婆 只不过这颗丹药没有任何丹香 清禾还以为这并不是一颗丹药 不过在江灵的软磨硬泡下 清禾还是接受了他的丹药 毕竟他炼制的丹药早已达到药香内敛的程度 一般人自然看不出好坏 清禾也是拿江灵没有办法 只能希望江灵不要到处惹麻烦 待清禾走后 江灵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灵药园 因为他发现这个灵药园本应该是个灵气充沛的地方 现在却大幅度减少 虽然不知是何原因 但是现在只能装个聚灵阵应付一下 而只有灵药园的守卫者们才知道这位姑爷到底有多么的厉害 待江灵布置好聚灵阵后 就看到远处岳父郁家主带着他的儿子前来之前了 两人恭恭敬敬地向昨天的事赔礼道歉 特地拿出世面价值三万银币的千年灵芝孝敬名 还说以后一定将你当作亲儿子对待 听到此话的江灵气不打一处来 一拳头直接干飞了郁清风 随后一脚江灵芝踩碎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攀关系 立即给我滚出去 怎奈此刻 也火拥兵团的二统领和三统领也来到此处 没想到 江公子被逐出江家这么多年 脾气还是那么大 这要是让你恢复了江家少主身份 岂不是要把这苍元郡掀翻 江灵也没想到 这也火拥兵团的人竟然还敢再来 而且玉家主也是一脸猛逼 原来江灵没有恢复江家少主身份